哈囉 大家午安 今天帶大家來一個地方 蠻特別的喔 是汐止的紀德宮 這樣子講大家可能沒有什麼印象 來讓大家看一下 他是那個神通少女拍攝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是我從小到大常常來的地方 結果這次很有殊榮的 就是因為拍攝了這一部影片之後 然後讓得更興旺 我記得小時候常在這邊玩耍 這是天上聖母 裡面要不要去參觀一下 大家應該都看過這部影片 那個通靈少女 來大家進去裡面看一看喔 裡面非常的大 有護國屁名 天上聖母 這是汐止老街上的一個宮廟 非常的興旺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這邊應該有非常久的歷史 而且真的我還可以看到牆壁上有我祖先的名字喔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高 對 來那接著我帶大家進去稍微看一下 非常的美麗 很漂亮 有沒有記起一點點回憶 這裡非常的大 我現在在這邊只是前墊而已 他後面還有後墊 非常的大 那我帶大家看前墊就好了 後墊我就不進去 因為後墊非常的大 那稍微看一下以示對神明的尊敬 那稍微看一下以示對神明的尊敬 多功德 其實用手拜拜就好了 以我的個性是這樣 信誠則靈 我是比較少拿香的 這邊有那個功德香 還有補韻金 真的很多很漂亮 有沒有記起一點點回憶 很棒喔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 也少燒金紙 真的很漂亮喔 富國又名 真的好美喔 這裡充滿了人文趣息 所以都有很多 祝大家都能夠平安 健康 這一部影片真的是非常的棒 希望國人能夠繼續支持國片 謝謝